绕着一圈又一圈 白白胖胖的双麒麟 摆上豆沙制成的韩式裱花 最后再配上绿月饼干点缀 可爱又能吃的情人花束 一天就能卖出五十组 摩天轮转压转 仔细一看上头每一朵爱心 都是百元钞票折成的 超能力 雄厚情人礼 同样是人气品相 还有以毛线编织而成的针织花 能看又能喜香香的香皂 玫瑰花有创意也很实际 我本身也对鲜花过敏 所以就选择买用生花跟干燥花 这种类型 因为可以放比较久 不会就是坏掉还是什么的 手工创意花成为送礼流行 主要是它价格稳定 不像鲜花会因为天气产量 甚至节庆而涨价 根据农产品批发市场 交易行情站台北花市玫瑰花批发价 上个月一百一百二十三点五元 八月二十一号已经来到一百七十一点七元 涨了百分之三十九点一 香水百合涨最多 相比上个月同期涨幅超过五成 还有近来很流行的香日葵 从九十五点三元飙升到一百二十七点九元 涨幅液超过三成 鲜花的话 现在会因为节日或是花季问题 会有调涨的部分 那像我们干燥花或者是香燥花类的 就不会受到花季的影响 大概有成长双倍大概五十%以上 七夕情人节不免俗要送礼 不管是真花假花 最重要的是真诚的心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立刻下载近新闻APP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 尽善尽美 尽好新闻 明镜与点栏目